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人 我們開始一項刻齁 大家請客氣 走開 大家請坐 謝謝 各位冬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今天是第二天 是最辛苦的一天 農中要整十休息的上課 但是我很欽佩大家 堅持 我們是第六十八季 我在這裡要共和大家六十八季每一個動心 將來有一天 變成一千空六十八季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們就是很賤賠了 非常賤賠 這個現象一定會夠 一定會夠 到時候大家都要拜託了 夠熟地不落 今天這個地方 是台灣體育運動的非國和展望 我還沒開始以前 我先自我介紹一個 我叫做伴信行 伴信行 我從小孩都要運動 小孩都很愛運動 因為我大的地方 都在現在 在那個台北思願學校 台北思願學校 就是現在那個 台北教育大學 台北教育大學的前身 我從後面的那個圍牆八過 就是就是那個 台北思願的那個運動店 所以我都知道 如果學校之後是豬包彈的 我就去 那邊去 那邊的人 在練造 我是做 比較愛打 他們的師範校 他也是有那個跳褲 我雖然是小中的孩子 他們都高中 我都跟他們打成一片 他們學校的那個老師 那個跳老師 叫做吳萬福 吳萬福 他是一個非常有先進的概念的人 在六十年前 在六十年前 那時候叫做什麼叫做運動科學 科學運動 科學訓練 這一點沒有什麼概念 沒有概念 但是我也是都參加他們的韓訓 韓訓 韓訓就是 過年過 他們就要 一些他們好好的好堆 來集合 大家去做訓練 那時候 我一個小中的孩子 去跟他們參加 在那裡參加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很不好意思 我是要來練習 那時候 不叫我剛才在 舉重 剛才在技能 我想說技能 走就走 我就不是要做舉重選手 就要舉重 就爬勞推 走那個運動科 走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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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 尖四跑 interval training 現在我知道 都 那時候 我感覺 奇怪 怎麼都沒有 走一百 走一百 走就好啊 目標是連著氣泡 這樣而已 結果 都在做一些 有的沒有 手鈴 牛手鈴 走手鈴 這樣 腳 手 放在那個拼 剛才走 剛才走 所以 運動科學 都沒有那個概念 但是 這 經過四十年後 差不多四十年了 我 我 去探索 阿雲的 教練 阿雲的教練 阿雲的教練 在背分的時候 那背分就都一年 都在祖雅 那一年 那一年 那個時候 我所學到那些東西 我英國沒有人動那些東西 現在都變成 哇 都很必領的東西 那叫做運動科學 運動科學 那就是科學訓練 他可以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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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四半公佩 那如果有一點 就是 比較不會去運動傷害 運動傷害比較少 然後 我是在 一九九四年 那個 広島 廣島 廣島 野運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這裡 開始 那個阿雲 中 我是抗手套 我也是抗手 本來是電競 但是各位 你看我這個身材 電競 要做國手 像我這個身材 沒有合格 所以 我一生是很愛 要做一次國手就好了 不可以做一次就好了 結果就不可能了 但是到 一九六七年的時候 我都 那時候已經風行全世界了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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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來台灣 才能夠一九六七年 才來 來的時候我就開始外行了 我就不要再走電競 那個都已經不好了 我就要打出人了 所以說我們去練空手道 因為我過去有做選手 做這個選手 我在中山營運我媽媽拿金牌 拿冠軍 現在叫做全中運 全中運拿金牌 現在是很有價值的 我那個時代沒有價值的 現在如果是全中運拿金牌 連建中也要去 新穿了建中也在這裏 我那個時代沒有這種價值 之後 那個運動 那個會 那個委員會 接受空手道的正式行動 我那時候才去參加 那時候開始做阿文的高連 以後來到1999半年 到2002年 就是初後的這個曼谷亞運 再來就是虎山亞運 我最後是擔任那個中高連 中高連 這就是我英國 那六十年以前 我去學到那裏 自己都沒有人動的東西 好像變成很重要的東西 這就是我過年過期的一個運動室 後來2000空兩年 年尾跟2000空青年的時候 跟這裡參與這個法律學院 福爾摩沙法律學院 那時候才開始放棄 放棄所有的運動這樣 那時候我在2000空六年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時候 在阿文我就 那個那個 我是有很多學生都 都在阿文 以後的啦 2000空兩年以後的 2000空六 那個空十 他們的 有一個很好的制度 叫國光獎章 叫體委會 改一下 亂七八糟 害我順勢 很少應該得的 那個獎金 我 就 人家去 去給他們 去行政法庭 我去購體委會 那時候 那時候 書 民到 關在過 入國獎 他說 他沒有違法 他有提出 他的證明 他說 我要改這樣 我有提出 公告 說有公告 說有公告 我就不看了 我就不看了 他說 公告在那個行政院的外面 那時候 公告人 那 那個 也在 什麼人 什麼人 會去到行政院的 那個 公告人去看 今天 台灣有什麼 沒有 沒有人這樣做 那就是 照法律 所以 過世 過世 但是 最少 我標示 很大的 佛福就對了 所以 他跟 2000 2010年的 順 我們的 美術長 美術長 他 他 當然是 美國的名順 他說 要 祖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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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 他以為是 成立台灣民政府 那 2510年的 時候 才要 組閣 那時候 實在是 覺得很 哇 要怎麼組閣 就像是 天地圍的事情 但是 因為 我們 過期 台灣 台灣人 從來 不可以做一個政府 不可以有一個 台灣人的政府 所以 不知道要怎麼做 美國 他要跟他協助 他要跟你協助 他要跟你 看要怎麼做 他要跟你協助 但是 除了這樣以外 他也要看你的實力 有沒有那個實力 將來說 我就要跟你配合 美國要跟你配合 結果 你不過是一個 一個飯堂的 做這個 他也頭痛 所以 所以 這個阻隔 這個事情 非常的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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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長就說 你過去 你就 都在做教練 十幾年 就像阿文做十四年的 一年 一年 都在做 走 我就說 好 這樣我來接 這就是我跟這個 這個 跟運動 的 關系 從我開始 八千塊 過去運動 到我 兩千塊 兩千塊 到現在為止 的時間 已經超過六十年了 已經開始六十年 所以 我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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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我想我還可以講 我六十年 一家 這 所以 裡面 什麼 我們情形 鉄道街 裡面 有一些什麼 咕咕拐拐拐 都很清楚 好 尤其是跟你做各國的 跟阿倫的中高齡的時候 所接受的時候都是要觀察 我們了解 所以我馬上就跟林博士這樣 答應說好 我再來接接體育運動 以上就是我個人 跟體育運動之間的一個關係 我簡單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果我要進入這個地方 首先我們就發生一個問題 體育運動 要是什麼 體育就體育 運動就運動 現在體育運動 我直接用簡單的幾個程度做一個肩心 所謂體育運動 就是代表人類一個很古老的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一直延續到現在幾萬年了 幾萬年了 到現在的形態變成什麼 但是這個活動 如果表現在競賽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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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那個時候叫做運動 叫做運動 然後表現在學術 學術 你什麼論文 看要怎麼訓練 要怎麼什麼科學訓練 那都屬於學術 還是教育 那時候 那就是叫做體育 其實 其實就是做一個事情 就是代表人類的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可以說非常高度 高度跟什麼頂度 人類本來是用四肢腳走 那叫做人員嘛 人員 突然有一天他站起來 用兩肢腳走 那個時候就為人員變成人類 他不管是人員還是人類的時刻 他都有在做一件事情 做一個活動 就是要求生 要求生 他要求生的時候 他就要去 要去找牛蜥 牛蜥在一四個農中市 有 那個亞生的水果 亞生的素材 他們去吃這個 來維持生命 這就是人類的 我告訴你活動就是這個 因為 你只吃這個 食物 食物 食物就是 對它的食物 它比較不夠 它很需要就是那個蛋白質 蛋白質 在蛋白質 食物也是有蛋白質 但是它的蛋白質 就比較粗 比較粗糙 它的粗糙 都要吃很多 才可以有 有蛋白質 它所需要 所以它就想說 要吃 要吃更精緻的蛋白質 那就是 那就是動物的肉 要吃動物的肉 你要吃動物的肉 你就要去打動物 要去打 這樣 每晚 要做 打 才能去打 打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 把這個 但是我們定位 人跟受到的時 人跟獸 在鬥的時代 因為你是相關的普魯類的動物 所以他在發電 發電的時候 由你個人 有家庭 變成家族 慢慢變成宗族 後來變成一個社會 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在擴大 他要擴大的時候 他就要去侵略別人 或是說 人要侵略你 你也要 要跟他對抗 那時候 人跟人開始在對抗 那時候 在那個時代 就是 人跟受到的時候 繼續演習 演習到變成人跟人 在到 這些時間都很長 過了萬年 就自從有 人類以上 就開始都有這個現象 人跟人 在到的時候 那個時候 就更慘了 人跟人在到的時候就會死人 就有戰爭 戰爭就是死人 但是 但是 現在你如果 在戰爭 在戰爭的時候 到處就有死人 到處就有 那個人 尤其是 生人 在靠 靠他自己的女士 他的子 他的公子 這就是 總是 很不幸的事 但是 人類就是這樣 一開始 我 為了我要中大 還是我為了要生存 我就 跟人拼 所以 有那麼多 那個悲哀的事情發生 在三千年前的時候 差不多台語三千年前的時候 在歐洲有一個地方 那些人他們就比較有那個 思考的能力 思考 他們的思考能力 這個民眾 叫做希臘民族 希臘 Greece 希臘的民族 希臘也是成立一個國家 但是他的國家裡面 有很多幫 很多幫合起來 成立一個希臘國 幫跟幫之間 也是在打 也是在打 都想要找他 他開始 他們跟他 一些小孩子 一些男來 都帶他去照顧 所以他們開始在訴訣 說 我們跟沒什麼其他的辦法 好像是說 可以來逗 直接也是來逗 但是喔 沒死人的 會辦法嗎 大家 別再有死人 慢慢慢慢 沒關係啦 別再有死人 那時候他們就開始訴託 訴託之後大家討論 討論之後發現 他們說有一個辦法 可以喔 大家來討論 每一斑 每一斑 派代廟出來討論 出來討論 當喔 那個禎堂裡面的那個 所用的那個保守 那個保守 都把他們拿來一個地方 大家喔 來 那個湊隊來討論 但是喔 唯一不同就是 不可以走武器啦 不走武器啦 你在建場你不走武器就要輸了 但是在這個地方 大家都說不走武器 不走武器的時候 就不會死人 就不會太死人 叫聲也是輕聲而已 但是建場所有的那些保守 都中用了 都中用了 在建場裡面的那些保守 就是這樣啦 是照相用 你走我來用 你要那個 我就走給你用 這也是保守啦 走 在走的中間 看到狗仔也要跳 不然現在看的館要爬啊 要跳啊 跳館 跳街 跳橫 那那個 那那個 建桌塔 寫廟 手 那都武器啦 那那個鐵扁 鐵扁 鐵扁 這都是在建場裡面 都有在用的啊 騎买啊 啊 啊 可以買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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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 住到的時候 抬著就要在 射啊 哦 那個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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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頂頂 這些保守 都中 帶來 一個 地方 啊 大家 國邦 大家派出 自己的人來 派出 你的代表 啊 大家來 啊 啊 啊 搭贏的就是 你的幫你搭贏的 這樣我 我 我獲獎你嘛 我給你 烏肉嘛 這樣來 大家也是達到那個 那個 競爭的 那個 目的 但是呢 最重要就是 賣高 人的生命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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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他們作成一個 結論就是 每四年 每四年 就選一年 每第四年 每四年 都要辦一次的 這個 比賽 到這個 那個是 在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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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郊外 沒有 一兩百公里 的 的地方 那個地方 叫做 奧林匹亞 奧林匹亞 那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是他們 希臘人 大家 共同 在敬拜 中心的 一個地方 所以 是一個 神聖的 一個地方 在那 四年來 辦一次 比賽 你 國邦 都要派 代表出來 走的 走的 代表 競爭用競爭的 代表 要要收 要收 策的 要 抛擊的 等等 都要派代表 這些代表 都 都要 可以拿出 証明 証明說 你會有受過 十多歲以上的訓練 証明 才可以來參加 所以 他有他的 專業性 一定有他的專業性 不是 人 什麼人要去就不行 他就要帶十五歲的婚姻鬼 所以在那個歐英平的那個地方 有怎麼有一個婚姻牙 愛國邦排來的代表 到那個地方接受他們的婚姻 婚姻之後這些九年就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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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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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年...四年一遍 那四年一遍 大家... 去那個奧林匹那些地方 大家來競爭 來瓶 瓶瓶瓶的時候 只有一個 econ純 那個...那個貴... 那個貴...那貴...那女貴 systemic 所以婚姻會式巫來 把戲沿etto 我們把他抵到頭上,叫桂冠 他沒有什麼東西 就一個桂冠給你,表示你第一 你最厲害 現在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那種重要 但是你如果回去跟自己的幫國 那就不一樣了 大家就在聲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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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大家就給你歡迎 大家有錢的就給你掏錢出來 給你做獎金,給你鼓勵 那獅人做獅子 就用你做一個獅 給你榮耀 給你榮耀 那個雕客家 在獅子 他們就 給你 教你的 譬如說 寫表情 鐵拼 或是 走在調的姿勢 來獅子 來獅子 去紀念 所以 我們青年後 我們有去 後幾月的時候 拿去他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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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肌肉 都很漂亮 這樣 放東西 走在做什麼 那就是 三千年前 那要撞起來了 這樣 把它榮耀 這個運動員 怎麼都撞起來了 那個時候 為了要 要 表示 那個 公平 公開 公正 所以 運動員 路上比賽 都要撞起來了 表示你都沒有 什麼 沒有任何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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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會 他都會 記錄 所以 那時候 其實 那個 觀眾 沒有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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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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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是要說這個就是說 現在現代的這個體育運動的這個形態 在三千幾年前就已經形成了 就已經形成了 所以說這個活動說久不久 也有時三四千年也算很久 非常久 這就是現在現代的這個體育運動的這個形態 就是在三千幾年前就是這樣慢慢慢慢 從人跟瘦鬥到最後就變成人跟人鬥 然後就變成現在的這個運動場的鬥爭 這也是鬥爭 在這個歐林匹亞這個地方 我有一年我有帶去 二千...十一年以下 二千塊一年 二千塊一年我有去 那年剛才那個 賓拉燈 賓拉燈 叫他們的跟三兩隻飛機去弄那個 那個鬥爭 他扭的鬥爭 那年 那我又 弄了那天還過三天 我就不去 不去 不去帶隊了 那時候我帶一個 那個青少年 那青少年 不去死 不去死 不去比賽 不去比賽 那是世界賽 大家驚一下 那天我都在左營 我在休息 我看電視 看新聞 一看說 哇 我據說那是那個電影 都不是啊 這就是那個 時事報報新聞 那飛機 從那裡的傢伙這樣 弄 哦 嚇一跳 嚇一跳 第二天我就接到電影了 我那個協會的理事 本來是代表隊的領隊 說 我呀 那個 你從九年 嚇領領隊來的 我 我不敢去 我不要去找飛機 那年 真的有 很久的國家 為什麼不參加 怕坐飛機 我還想 我在這裡 那年 那年 很五月 這裡的選手 大家都期待 要去 你到時候 我這樣說不去 實在是說不過去 硬著頭皮 說好 我帶 我就帶他們去 去那邊比賽賽 我安排 三天的 希臘 在阿殿附近的 那一個遊覽 第一天我就帶他去 那個 那個 Olympia Olympia 去去看 我去看 我現在的印象 比我們這個後面那個 鎚比較小 差不多是穿這樣 差不多穿這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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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道 是 這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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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橢圓形 那邊這裡都 滴滴 那邊 這樣 橢圓 這樣 那邊都 草 都 草 跟現在我們的運動場來比的差太多了 但是他的意義很重要 他的意義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帶學生去那邊平調 要把一些最回來 這是旗外化 我就是說那個時候的運動就是競賽 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經形成了 至於說這個體育 體育是一到一九三幾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柏林奧運 柏林奧運 那時候的競賽就是希特勒在法局 他就是要利用柏林奧運的時候 要來選擁他們日耳曼民族的優秀 所以說 禁拜都要把他拿回來 禁拜都要拿 標示說 這個日耳曼民族 是全世界最優秀的 所以呢 他就下令一些醫生 還有生物的學者 然後下去研究 要用什麼方法 可以讓這個選手的那個 競賽能力 運動能力提升 只有你正常的訓練以外 用什麼方法 譬如說吃什麼東西 甚至吃油還是什麼可以增加他的肌肉量還是什麼 用這個方法 哭那個方法 怎麼訓練 實際上就是說 我剛才就是在 我告訴你 那些東西我都不能接受 一些什麼 什麼 那個叫監視袍 登街 舉重 還有,照手鼻 還有弄拔 等等 這些東西就是 那個時代 那些一些苦的甜 醫生 他們研究出來 研究出來 他們開始就有那個學術 就是 體育 進人之 就那個時候 形成的 體育就是為了 體育就是這個活動的表現在學術或者是教育的時候 叫做體育嘛 就是由希特勒那個時代而生成 到現在來算要幾百年了 差不多八九十年了 所以那時候才有體育這個名詞 體育運動合起來就是同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的一體兩面 體育運動的來源我就說到這裡 現在開始這就是回顧 它有關在這個國際的現象就是這樣 現在就說到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體育運動的回顧 台灣體育運動的回顧 我在這裡是說我要拿出兩個代表人 兩個代表是代表性的人物 來做一個回顧 做一個回顧 那才剛好這兩個人 都覺得有一點點的關係 都覺得有一點點的關係 那那個 第一個我要提出來的就是說 是叫做洋床廣 洋床廣不知道大家有色嗎 我們差不多 大家有色擔心 那個比較年輕 可能他們就不知道 洋床廣 你有沒有聽過洋床廣這個年輕的 沒有聽過 我現在要告訴你 介紹你這一個人台灣人 叫做洋床廣 另外一個 有女婦就要有女婦了 才有公平 對啦 不用說你們都知道 激症 激症 女婦 肥要靈養 對肥要靈養 他們這兩個 剛才我都有一點點的關係 激症的我的學妹 她是我的學妹 洋床廣 那是我偶像 是我的偶像 我會做 一頭載到體育運動的境界裡面 就是看洋床廣 看洋床廣 我把它當做 那就是我的偶像 剛才我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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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亞運的時候 我在左營 我在亞運培訓的時候 都要幾年了 在那 第一遍這樣看 跟洋床廣講話 因為 我兩個 1982年 我就第一次擔任國家隊的教練 1980年 那也很久了 那也是都去組贏 只看到一個高槍大人 很威嚴的一個老人 站在那裡 那個不行 那個不行 這個好 那個時候一些選手也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像 吳阿民 那都是很有名的 但是他在指揮的 楊聰廣在指揮的 我知道那個是楊聰廣 那是我的偶像 我不敢去 楊聰廣你是我的偶像 我不敢說 從1982年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個人 不是啦 都跟他有接觸 每次都在參加吃飯的時候 都有接觸 但是不敢去吃飯 更別體的那些年輕人的選手 沒有人敢去去 所以始終看到一個老人 吃飯的時候就是 坐在頭一道 會站中 坐在那裡 一個人 很孤單 都在吃飯 沒有人敢挖去 這樣啦 這就是楊聰廣 那又怎麼樣 那年 1998 98 柔道隊 優道隊的那個 宗教練 就是張相賢 張相賢 這個在左營也是很有名的教練 非常有名的 好 那分年才有夠鹹 有夠鹹 我對不到 有一天 他就說 欸 柔道隊 我們來頭前那 看楊聰廣吃飯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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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愛到要害 但是不敢自己去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宗教練 張總教練 那個優道 一直咬 我都說 好好 好 拔拿起來就去到那裡 報告 總監 他在左營就是做 左營訓練中心 他是永久的 總監 總監督 所以都叫做 楊總監 包括楊總監 我們可不可以陪你吃飯 他也很客氣 喔 來來來 坐坐坐 我跟那個 張總教練 跟他們兩個 團員都要吃飯 我坐下來 我就開始 開始 拍馬屁 跟楊聰廣拍馬屁 他說 報告總監 你是我的偶像 喔 喔 比較像那樣 比較像那樣 所以我臨陪高高的 那時候 好啊 你是我的偶像 他講的 他說 嗯 真的嗎 大家都是這樣講啊 好像我是 青菜公公的而已 我就 不服了 總監 1960年的時候 我不會去幾年 那時候我初中的時候 你有在那個 台大 台大運動場 在那邊 訓練 有一個教練 是從美國來的 一個美國的印第安人 來的 那是 美國國務院 派來的 派來特別指導楊聰廣的 要在跳副滾式 跳過副滾式 現在跳過副滾式 是漏舞 要跳八滾 那個時候 副滾式 我沒看到 我一個空中 這樣 倒掉了 我真的很羨慕 我就是有那個時候 才開始 才對運動 才發生趣味 就是有那裡 看洋聰廣 我說 那個時候 那個田徑協會的理事長 關松生 他也都坐在那個地方 他的座很趣 他的腳沒有說很好 都走關 但是那個關 可以踢開 可以踢開 一個 小小的一個椅子 插到肚子 他就可以坐著 他的腳可以休息 對不對 他就一直聽到說 人事地物都有 有 所以他就相信說 我真的是 很崇拜他的 他就開始跟我說 那個不是 那個Mr.Miller 米勒 米勒 米勒教練 他不是印第安人 我說 因為第二天我看報紙 他寫的都是印第安人 他說 不是啦 他是顏色比較淡的黑人 這樣我們就開始 真的有天 開始有天氣了 有來有去 然後 開始他就 開始跟我說 他一些 他英國訓練 的事情 他的事情 都是一手的 都一手的資料 我才慢慢 提供各位的提 楊聰廣 他以前 我剛才有在說 我一開始 在台北市灣 有一個教練 叫做 吳萬福老師 吳萬福老師 因為 楊聰廣 他開始 做選舉的時候 他一個教練團 他就是 他集中一個 那個 吳萬福老師 集中一個 我們在 有時候 在開工 說到楊聰廣 吳萬福老師 我就在說 他 那時候 要怎麼訓練 楊聰廣 十行 十行 他本來是 跳歌跳我的選手 要去參加 亞運 要去參加亞運 跳高跳遠 結果 大家看 吳 這個小孩 吳 這 高牆大 吳 看他跳完 好像 他的 助跑 吳 這個速度 來 來 楊聰廣 來 你跟這個 一百公尺的選手 跟他跑一百 贏的話 牛肉麵一丸 六十年以前 牛肉麵 那是很貴的 那是很有價錢的 亞運 都說 好 我就跟他跑 一個走下去 比那一百公尺選手 還快 快 快 果然是這樣 跑四百的那個 你也去跟他跑 贏的話 照樣 一碗牛肉麵 這樣說 好 要跟他走 走 走 他還贏 他還贏 還贏 他那個單相 單相的光君 趙師傅 他是跳過跳完的 那個孫娘 這些高年都 大家都說 哇 這是奇葩奇葩 這百年奇葩 叫他做什麼 大行都要贏 就對了 我們來分農 十行 好嗎 我們分農 十行 那個時候 十行 在亞洲 沒有人有那麼多年 那 我們坦白說 天經這個東西 在世界來說 都是他們白人黑人的天下 這個 這個 這以外 尤其是十行 那是他們的禁卵 沒有你亞洲人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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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 說有才來練十行 一行你就沒辦法 要練十行 大家就說 齁 這個奇葩 來分農十行 好嗎 大家研究的結果 好 這樣 開始來分農十行 洋蔥館 開始分農十行 就是這樣來 兩碗有馬麵 這樣換過來 這是我講的 但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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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分農 分農 去參加阿文 嘿 果然拿金牌 果然拿金牌 從此以後 大家就開始就都 把它當作是 他是十行的專項 十行專項 那個跳歌跳完就反而沒有 沒有 沒有 就比普通的 現在 楊川廣 還四年 還參加第二次的阿文 第二次的阿文 那個詳細的年代 我就要好好去查 但是 我大概都知道 他也是 又拿金牌 又拿金牌 從此以後 被稱為亞洲鐵人 亞洲鐵人 亞洲鐵人 就是由那時候開始 大家 那個記者就說 喔 這個十行 是很壞的 這個 都鐵人鐵兩次 阿文的金牌 所以 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 亞洲鐵人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引起 那個 那個 國公 尤其是美國 美國 美國 都在給他們注意 啦 雖然是 我們都不知道 他 但是 他都有幫你 做什麼 這個人 不錯 所以不知道 之後 有派那個 Mr. Miller 來 跟他訓練 那還沒辦法 那還沒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不是這樣說 怎麼去派一個人 來 特別指導 後來 那個 那個 官松生 就是那個 體育協進會 那個理事長 他是一個建築師 在那個時代 做建築師 那是 很有地位 很有錢 很有錢 你說 這個 在台灣 沒有人不知道 來再訓練 只有靠美國 派人來 原水 就不來進火 直接把他送到美國去 把他送到美國去 研究 錢呢 錢 錢 那我也出了 他來付中 所以把他送到美國去 但是在那個時候 洋傳官已經在阿州受到很大的注意 我們這是台灣人 中國非兵也會注意 這個人 所以派洋傳官去美國的時候 另外派一個情報局的人 叫做姓衛 衛什麼名字我忘記了 是因為 現在對他的成功名 怕說他現在去美國之後 在美國沒有人對調 叫阿強跟我們跟他拐去了 這是我們台灣之間 你叫中國去拐去了 那時候是金海舟的時代 所以 所以喔 貼好跟政治 分 無法分 他這個運動 會開始的緩來 緩猶就是 由於政治來 由於政治大家要擴大 所以台來台去 到時候 到時候 不知道說演變成功 到奧林匹亞那裡比賽 所以 政治跟體育上 本來是在一體的東西 這個洋傳官這個事情 就是這樣子 那個姓衛的就是 國安局 國安局 標示說要做企業 其實就是在給他感動 在給他感動 這樣 要怎麼說 去到美國 去到美國之後 哇 發生一個事情 他就去 去那個 California California的那個 那個 南加州 大學分部 UCLA吧 UCLA 你如果是在體育界裡面 在全世界的體育界裡面 尤其是電競 那UCLA出來的選手 都是在奧林匹區在拿金牌的 都是這樣 UCLA 怎麼說就是去那裡 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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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UCLA 有一個 去頂一個 奧林匹區的金牌 十行的金牌 叫做Johnson Johnson 叫做Johnson 他們兩個做會 做會練習 剛才好啊 前輩帶後輩啊 這個教練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現在 現在 就練練練 這個洋蔵館 實在是天才 這真是天才 洋蔵館跟他說 我的智商是180 真的嗎 嚇死人 你如果百歲的時候 不得了 說180 我說我是180 我再想一想 真的有命 他跳 蹭竿跳 蹭竿跳 從世界 人類第一個打 打五公車的 就是洋蔵館 洋蔵館 洋蔵館 第一個打破五公尺 蹭竿跳的 那個選手 洋蔵館 誰教你的 他說誰教我 我自己教我自己 所有電競的行動 裡面 技巧最困難的就是 那個摩托車 蹭竿跳 你知道嗎 他不用人教 他不用人教 他怎麼知道 他說是這樣的 我那個時候有一個 駕駛 我跟他從台灣去留學 他好像是 他那個 不理的 他兩個 他在研究 站在什麼 流體力學 人體力學 你如果這個 插歌的時候 那個角度 在哪裡 走到幾度幾度幾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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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算 說 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對他的幫助很大 我跟他講 就是他們兩個 就照樣去練 照樣去練 啊 這樣怎麼說 我主要是 要他 幫我 幫助我 那個 跨那個桿子 欸 摩托車 一個人 要掛那個 桿子 掛不住 一定要兩個人 兩個人 這麼有辦法 用那個桿子 這樣 拿去 我是要他來幫我掛 啊 所以 打破 打破五公尺的時候 哇 全世界 大家嚇到了 阿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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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堅 你說要拿第五名 第六名 還有可能 我 全世界 第一個打破 五公尺 現在當然是六公尺 那個 年輕的 那個 鳥人 那個鳥人 那是六公尺 但是那個是五公尺 怎麼說 第一個打破 不過 很不幸 他打破了 然後沒有幾點多久 還在另外一個南米 什麼一個地方 一個 一個美酒的比賽 什麼 那個正式的比賽 還跟他打破 他 洋蔵看他打破 洋蔵看他 洋蔵看他打破 他打破 他打破五公尺 他打破五公尺 幾點多久 那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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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個 他自己也扮 他 become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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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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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最後 開廢 就來 當確定 世界記錄 所以 洋蔵廣沒有被 列入 那個蹭竿跳的世界紀錄 破世界紀錄則 但是確實是第一個打破五公尺的 這是楊長廣跟我講的 這是他跟我講的 之後 那個十項 它有那個計算 計算的方式 最高 最高那個上限 我們一萬點 楊丞廣有六千幾點 一直打破 打七千幾點 耍了八千幾點 耍了九千幾點的時候 世界田中就嚇到了 啊死啊 我們一萬點而已 這個年輕人 喔 他這樣一直打破的時候 一萬點真的會打破 到時候我們開田窗 那個世界田中 那些都沒有面子 流開田窗 你的計算的計算方式 都被毀掉了 叫嚴峰廣 永遠要被毀掉 所以他們這趕快 這改變 那個計算方式 啊 利用這個 改變計算方式 裡面喔 再給你參一個 陰謀在裡面 還是什麼陰謀 這樣 後來我才來講 下一節 下一節課 我再來分解 現在喔 我們大家來 休息十分鐘好不好 好 各位好玩請起立 走 好可憐 10分鐘 好可憐